好 廉假最后一天呢 新城警分局是呼吁用路人 在廉假的最后一天 北上车流中午过后将逐渐增多 也呼吁民众能够详佳了解车流的状况 并且避开拥塞时段 建议行走替代道路 避免塞在车阵中的情况发生 廉假的最后一天 树化公路和平村至崇德村 宜兰方向上午10点车流量顺畅 预估下午过后 车流量将会逐渐增多 行空中心也呼吁用路人 能够避开车流量较大的时段 或是行走替代道路 减少塞在车阵当中的时间 今天是廉假的最后一天 依据这个交通中心的指示 在昨天4月4号 北上车流有16000余辆 那南下也有接近1万辆左右的交通状况 预计今天廉假最后一天 在中午的时候会出现涌塞的状况 那请用路人在上路的时候 注意交通状况 及这个注意分流 公路总局也提醒用路人 行车前 详佳确认车子的情况在上路 进入书花改路段时 必须注意沿线的电子看板 车号管制灯号的讯息 廉假期间南来北往切勿疲劳驾驶 如有感到精神不济 也建议适当的住所稍作休息 或者是替换驾驶 也希望每一位游客能够行车平安 记者凌桀 综合报导